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论语的第三篇第六句 既是履于泰山 子谓然有曰 辱福能咎于 对曰不能 子曰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临放呼 这句话我们来解释一下 大家可能以前学过语文课本 里边有句话叫登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句话出自哪个地方大家还知道吗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故关于海者难为水 由于圣人之门难为盐 这句话 这里讲的就是泰山 泰山其实就是大山 大山后边一点泰 泰山通 我们今天说的安泰 泰山的太子 旅不是旅游 不是节假日去旅游 而是祭山 诸侯呢 他平日里他要祭祀他丰内的 他这个丰地里边的这些山 这些名山大川 而天子呢 他要祭整个国家的天下的名山大川 而泰山他的地位呢 很显然他是一个全国性的 所以呢 很历朝历代呢 一些有丰功伟绩的人都会来这儿叫封善 祭祀泰山 比如说汉武帝 比如秦始皇 都曾经封善 辱福能救于 这里是女字 它通辱 就是你 救呢 我们说一般就是挽救 你去祭泰山 这里是祭祀 祭祀大家知道八一五一庭已经被孔子骂了 对吧 这个祭祀呢 他还要去屡于泰山 要去祭泰山 你不管是建阅天子的位置也好 建阅这个鲁公的位置都不对 所以说 等于说是 你不能去挽救他 不要让他陷入建阅之罪吗 这就是旧的意思 然后 然有讲 对阅 不能 孔子说呜呼 感叹死 哎呀 曾为泰山不如临放呼 曾呢 就是难道 竟然 泰山不如临放 临放这个人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吧 临放可能是给季康子掌礼的人 那么也有可能呢 如果是他是给季康子掌礼的人 很有可能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 至少他是支持祭祀去屡于泰山的 所以 孔子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难道泰山还不如你临放动礼吗 你来祭祀 泰山能听你的祭祀吗 能接受你的祭祀吗 当然也有一种 可能如果前面讲的 就是说临放 连临放 他都能够问李之本都这么懂礼 难道泰山还不如我们人 对吧 临放更懂礼吗 如果泰山 山神这么懂礼 他怎么能可能接受你建阅的礼呢 所以孔子是这样一句话 祭呢 其实是一个代表权 代表什么呢 对吧 你能不能代表 作为一个代表 然后去跟神沟通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 很早我们就绝地天通了 天跟地之间隔绝了 只有极少数人 比如说王 我们没有祭祀阶层 比如说王 他可以代表这个世间 然后跟神去沟通 你比如说 你祭黄河 对吧 祭炎帝 我们现在搞这个仪式 你不能找一个村长 然后去祭祀炎帝 找一个乡长 然后去祭黄河 对吧 你位置不对呀 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呢 你也不能说我今天 我就去祭祭炎帝 祭祭皇帝 你只能祭祭家里边那造网爷 是吧 只能祭祭祖先 所以不同的人 你的身份不一样 那么你祭祀的对象 也是不一样 好 那么这句话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不要戏弄山神